我想每一个跟我一样 这种土生土长 出生在新疆的新疆人 当我们离开新疆 来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真的 我们容不得任何一个人 说新疆的不好 我们每一个人 都特别的愿意 为自己的家乡去 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寻找了一切 有可能的机会 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 做一点事情 我记得2007年 一年左右 就是我们一人天使基金 刚刚成立不久 然后我们组织了 北京的医疗专家 医疗队 要去偏远地区 做成员烈通力手术 当时我们就把第一站 选在了新疆 当时有一个记者就问 说你们这个天使之旅的第一站 就选择自己的家乡 去做这个手术 你怕不怕被人说是这个 当时他这个问题 问得我一愣 我突然觉得 一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我真的是在台上 我记得我呆呆地看他半天 憋了很长时间 我憋出一句说 我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 他应该去爱什么呢 从我们第一次阎人之旅之旅 去新疆这十几年来 我们的步伐已经遍布了中国的边远的地区和城市 从新疆到西藏到贵州到海南到广西到内蒙到黑龙江 包括拉萨 乌鲁木齐 喀什 我们累计 我们累计十几年以来 阎人天使之旅已经为我们新疆的各族群众完成了一千多例的全额免费的成类的手术 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疆人为自己的故乡能够做这样一点点的事情 我内心感到特别的自豪 也要感谢那些每一次阎人天使之旅在新疆的时候 来为我们做志愿者的那些大学生 那些维吾尔族的翻译 维吾尔族的医护人员等等等等 我希望这一段特殊的时间之后 我们的天使之旅可以再度启程 我们一起为我们美丽的新疆再去做一点点我们的贡献 我从新疆来 关注我 把我所爱的大新疆讲给你听